据报道,梅西希望迈阿密国际引进莫德里奇 超级巨星梅西认为 迈阿密国际应该在下一个转会窗口 牵下皇家马德里中场球员卢卡·莫德里奇 从而增加球队的实力 阿根廷巨星渴望看到另一位金球奖获得者加入迈阿密国际 莫德里奇在2018年赢得了这一享有胜誉的头衔 克罗地亚人在经历了出色的赛季后赢得了该奖项 当时他带领国家队进入了2018年世界杯决赛 但最终以2比4赋予法国队 在梅西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统治了足坛10年之后 这位中场球员打破了梅罗的统治 现在,前皇马前锋佩甲托维奇声称 梅西正在亲自推动莫德里奇与他一起效力迈阿密国际 这位54岁的皇马民宿相信莫德里奇非常适合美国职业大联盟 并在接受塞尔电台采访时证实 他与迈阿密国际老板贝克汉姆进行了交谈 莫德里奇收到了许多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报价 尤其是迈阿密国际队的报价 米甲托维奇透露 他也对沙特阿拉伯感兴趣 但想留在马德里 梅西本人也对这种可能性感兴趣 几天前在克罗地亚 莫德里奇见到了贝克汉姆 他们一起吃了午餐转会传闻 不会让球迷感到惊讶 因为莫德里奇正在逐渐失去在皇马队中的位置 这位38岁的球员本赛季只打了287分钟 主教练卡罗安切落地 选择使用楚阿梅尼 巴尔维德 托尼克罗斯和贝林厄姆等才华横溢的年轻球员 莫德里奇在2012年以3000万英镑 从托特纳姆热次转会而来 在马德里度过了13年的成功时光 这位中场球员赢得了三个西甲冠军 五个欧冠军军和四个欧洲超级杯冠军 今年7月 梅西在与巴黎圣日尔曼结束合同后 免费加盟迈阿密国际 在美国 这位36岁的前锋很快融入了球队 成为了迈阿密国际队的灵魂人物 梅西带领球队获得2023年中北美洲 及加勒比海联赛被冠军 迄今为止已在12场比赛中打进11球和5次助攻 遗憾的是 在不久前的美国公开杯决赛中 梅西殷伤无法参加 他坐在看台上 无奈地看着迈阿密国际队以1比2的比分 被休斯敦迪纳摩队击败 从而接受了亚军的位置 当被问及梅西是否可以再次为迈阿密国际队 提完本赛季胜余比赛时 主教练马蒂诺回答道 显然让莱奥上场是不谨慎的 即使只是几分钟 我们不能冒险 但是他肯定会在赛季结束前再次参加比赛 莱奥是否参赛将根据医疗团队的建议主场决定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